Hello大家好,我是雷人包,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五个面试技巧 我是2015年在美国硕士毕业 然后直到现在呢,我是一直在美国工作 我当时呢,是收到了两个offers 然后这两个工作呢,都同意给我H1B sponsorship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在找工作这方面还是挺有新的体会的 所以希望我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到大家 那么第一个面试技巧也是最最基本的呢 我想说的就是be on time,不要迟到 你如果迟到的话呢,那个recruiter可能就会觉得你 第一,并不是很professional 第二个呢,可能他会觉得你对这个工作并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你才那么对耳朗朗的迟到了 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给你自己足够的时间 开车或者是走路到你面试的地方 千万不要迟到 那么第二点呢,我想讲的呢,就是着装 这个呢,也是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你拿到这个in-person interview的时候呢 这个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对于男生来讲呢,着装要求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女生呢,就是基本上是穿裙装 外面加一个jacket 我个人觉得呢,化一点淡妆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对我们亚洲女生来讲,我们看起来会比较偏小一点 所以呢,你如果一点装都不化 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像初中或者高中生 所以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不是很professional 那么化一点淡妆呢,给人一种很有精神的感觉 那么第三点我想讲的呢,就是bring a pet folio 那么什么是pet folio呢?就是像这样一种 黑色的,它这里有带一个拉链的 当你把这个拉链打开的时候呢 里面通常来讲你会放简历 这个呢,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给我的 如果你的学校并没有给你这个呢 你可以去超市就可以买得到 在这个pet folio去面试 会给人一种非常专业非常干练的感觉 好,那么第四点我想讲的也是我个人觉得最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be happy and smile a lot 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很多很多的微笑 一定要给别人一种很快乐很开心的这样一种情绪 你如果去面试的时候呢,死气沉沉的 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是很好工作 不是很好打交道的人 那么以我个人的经验 那么很多时候呢,这个recruiter他们是想招聘一个人 然后跟他们是合的来,工作的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试过程中 一直微笑,会给别人一种非常好的印象 那么第五点我想讲的呢,就是be positive 就是积极向上的这种态度 比如说呢,在面试的时候,别人可能会问你 你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经验 你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紧 你可以跟他说,我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我并不害怕去学 所以虽然来讲呢,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你给recruiter 这样一种你不怕学习的态度是非常宝贵的 比如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面试问题 就是what is your weakness? 你的一个弱点是什么? 通常来讲呢,他问你这类问题 他想得到的结果是,虽然你有这样的弱点 但是你后来通过什么样的努力 改变了你这个弱点 这样呢,你会给他一种你非常爱学习 非常积极向上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五点我所总结的 当你有一个in person interview 的面试技巧 你如果有别的呢,对面试的一些问题 或者对在美国找工作的一些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板里留言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bye!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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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